黄班长 诸位协调员 诸位同学们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大家昨天睡得好吗 有没有认枕头睡不着的 这个不是我家里的枕头 睡不着了 适应一个环境的能力 需不需要学呢 诸位同学们需不需要学 你有可能随时会转换环境 大家听得清楚吗 感觉好像可以 好 所以什么时候是学习呢 我们昨天有一个词叫悟性 我们有悟性的时候 那应该是随时都在学习 大家现在看到阳光 有没有领悟到什么 你看日月无师照 这个太阳有没有说 我看这个人喜欢我照他 我看那个人不喜欢我不照他 有没有这样 天无师父 地无师在 你看大地承载物 所有的人物种 他没有分别星 他是平等星 所以你看天地日月 都在给我们展现无师 好 那当然大家没睡好啊 假如有一些因素 也可以跟我们的协调员反映一下 比方说枕头太低了 这个我们可以再垫一个 方法总比困难多 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心态 好 那我们开学典礼 进行了四十分钟了 诸位同学在这四十分钟 有没有觉得 哎呀 有受到启发 或者这四十分钟 有没有人眼睛 泛了一点泪水 有的请举手 怎么都是我们这些阿语们举手了 好像同学们 我还没看到有举手的 你们不要太紧张 不是举手就会被我叫上来 不要太紧张 我是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江校长有跟大家说了 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 是什么 抉择 诸位同学啊 假如大家今天没有来参与这个课程 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应该还没睡醒吧 有没有可能 我看还有同学啊 可能准备要去读大学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了 他的晚辈啊 在念大学 然后他就跟他说 哎呀 都十一点了 赶快去休息吧 结果呢 这个大学生说 十一点还很早啊 代表他们都两三点才睡觉啊 把身体都给弄坏了 诸位同学啊 我们老祖宗留了很多智慧给我们 一个字 有一个字的智慧 一个词 你看成语那么多 比方说要深谋远律 高瞻远瞩啊 人无远律 必有什么 尽忧 大家思考思考啊 现在比方说有高血压的 癌症的 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吗 在变哦 时代在变哦 我认识一个孩子 十七岁哦 得了胰臟癌哦 几个月就走了哦 而且他有很高的 音乐才能哦 都是在国际间表演哦 十七岁就走了 当然我们这几天啊 都会谈到 如何改造命运 命运是可以改的哦 命运确实是存在的 而我们看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今天 你选择来这里啊 接上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 跟在家里睡觉啊 这个抉择一不一样 人生会不会因此改变 会有 尤其啊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你没有学文化 在这个时代啊 都是享乐 功利主义 比较严重哦 你就会只是知道什么 吃喝玩乐 那就变行尸走漏啊 很堕落哦 你看 三字经说 三财者天地人哦 你看万物 这么多动物啊 人可以跟天地并列三财啊 这个人是尊贵的哦 人生很难得哦 你看我们这里 大家来了 有没有看到猴子 你们有没有听过猴子 阿弥陀佛 有没有听过猴子说 我要尽心一分钟 有没有 猴子不知道要修行啊 猴子只知道 干什么 吃 他做什么事 他的动力是欲望 有没有 有没有哪一只猴子说 我要利益 所有的猴子 有没有 你看我们祖宗的经典 诗书啊 大家都要 多学 有一本 诗书其中一本 叫大学 你们读过大学吗 不是university 是这个诗书 论语梦子 大学中庸 他第一句就讲出 人生的价值 假如我现在请教大家 诸位同学 你觉得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这一句我先不念 有没有同学讲讲 甚至于说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可能二十多岁了 人生的价值 我没思考过 那请问我们这二十多年 在干嘛 活得有没有价值 我自己啊 没有你们有福报 你看你们十几岁啊 就跟老祖宗认识了 我是 二十五岁的时候 遇到老和尚啊 我才知道老祖宗的东西 这么好 我还没遇到老和尚以前 一放假 也是要找 happy happy的 时间就这样 戳头了 有时候happy 到很晚 唱卡拉OK啊 还伤身体 所以 老祖宗教我们 首先要自爱 不能 糟蹋自己 那我福报 没有你们好 遇到的缘不好 人生遇到的缘 非常的关键 今天大家已经在缘里面 你假如 懂得用心去领悟 你会悟到好多东西 比方说 刚刚一开始说 静心一分钟 有没有同学说 好无聊 干嘛静心 人在处理任何一件事 都是用心去处理的 在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心起作用 言语是你的心声 那请问大家 一个人心烦意乱 心浮气躁 讲话做事 能做好吗 所以静心重不重要 那请问大家 有没有静心的习惯 现在每一个环节 都是 very important 大家上这个课 不要 胡伦吞枣 走马看花 内行人 怎么样 你们配合一下 内行人 怎么样 看门道 外行人 看热闹 看热闹 回去说 哎呀 我去梅多村 七天 我还看到 李校长 一生奉献的精神 七十多岁了 早上五点多 五点半左右 开车来 就为了给大家 传授课程 把一生的这些阅历 大家开悟了 你看 你们开始有感觉了 感受到长者的用心了 我们很自然的 有所回馈了 现在的社会啊 你都在 声光的刺激之下 人会慢慢 有点麻木 对父母的付出 慢慢没有感觉了 对别人的关心 可能冷漠了 这样对自己来讲 都会损福报 福田靠心根 我今天的心 是不断地在赔福报 还是在折自己的福啊 哇 你看刚刚老婆上讲的 用了弟子规的四句话 父母乎应勿还 很恭敬 孝敬父母 这个人 这个小朋友 今天在基福了 爱理不理的 这个同学在折福报了 父母教须静听 父母教会他 他认真对待了 他增长智慧了 福在受见了 能接受别人 劝谐是有福气的人 所谓听君一徐话 圣读十年书 我们很珍惜别人 给我们传授这些人生的智慧 还是我们 都是不愿意接受 甚至还有顶撞 那这个福报就 花掉了 人家肯劝我们 也是我们的姻缘 好 那陈德回想 自己上大学 去到学校 还没开学 就见到了 学长 这个学长就告诉我 University 叫有你玩四年 我还挺听话的 可是我没有判断力 这个学长跟我讲的 对不对 你们没反应 你们连这一点 也分辨不出来吗 University 是不是有你玩四年 那这大学 变成堕落的地方 甚至身体都搞垮了 我看好多同学 都还没有进入大学的殿堂 大学应该是增长智慧 增长学问的地方 不要随波逐流 大家要立足德行的根 包含我们刚刚 还有 申国企 这个唱国歌 我们去体悟 国家对我们是有恩的 今天多少国度在战争 甚至饥荒 现在濒临 饥饿的边缘的 有超过好几亿人 尤其在非洲地带 我们每天还可以 丰衣足食 这有多少行业在照顾自己 你看没有军队警察 维持整个国家社会的秩序 我们也不能很安稳 来学习 这个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都要有一种感恩的心 古人说的 一日之所需 你一天所需要的 很可能有一百个行业以上 来成就你一天所需 大家觉得一天有一百个行业服务我吗 有没有 好 我请问大家 你眼睛一张开 第一件事干什么 开电灯 还不是 先下床 要不要穿鞋子 是吧 你看你开电灯 电力公司 你进厕所 开自来水 你要牙刷 牙膏 要不要人生产 毛巾 你看你一早起来 就不知道有多少个行业在服务了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还有桌子 椅子 你看这个吊卡 这么多行业服务成就我们的姻缘 而长存感恩心的人 就是有福报的人 那我们还有像师长行礼 这个是要尊重老师 父母给我们生命 老师给我们慧命 像陈德还没有遇到老和尚以前 也是都是想赚钱 玩乐 我本来这个命是短的 大家看我的人中很短 你看你们的人中都比我长 都比我长寿 所以没有遇到师长 我自己没有开始行善的话 可能今天就没有机会 跟大家交流了 所以 人生总在欲缘不同 你看我遇到的是学长 跟我说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 我就荒废了四年 大家 比较有姻缘 你的父母 长辈 劝你来参与这个课程 当然假如是你自己主动要来的 那你善根深厚 有没有人是被强迫来的 假如是的话 你就暂且在感受几天 可能这个强迫 还是为你好 不过你假如真的撑不住了 也可以找我 我会帮你解放 我会放你一马 因为你们都大了 也强迫不来 强迫你们反而反效果 其实也不好 我会跟你们的父母 好好talk 沟通沟通 好 所以自己 这个大学的姻缘 不好 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姻缘 都比我好 那我遇到师长之后 懂得人生的意义 懂得怎么开发自己 性本善 开发自己 无量的智慧 德能 福报 佛陀开悟的第一句话 很重要 佛陀 喇叭 大家吃过喇叭粥吗 我们不能只是知道吃 这个为什么吃 我们要体会到 每一个节庆 它背后都有意义 佛在喇叭那一天 夜赌明星就开悟了 第一句话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奇哉奇哉 就是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一切的众生 不只是人 这些猴子 鸟都一样 都具如来的智慧得相 跟佛一样 但是因为妄想 分别执着 不能恢复 不能正德 听到这句话 我们跟佛一样 那就不能糟蹋自己 要恢复自己 要恢复自己 无量的智慧得能 这个智爱 怎么恢复呢 从孝轻尊师恢复 因为父母老师 对我们的恩德最大 那刚刚跟大家说了 老祖宗留下的智 词都有智慧 我们看这个孝字 怎么写 孝字是会议字 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子 合在一起 没分开 变成一个孝字 所以上一代 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不能分开 所以我们刚刚看 那个影片 渊远流长 任重道远 其实每个人 都有责任的 我们要成先 不然你看五千年 结果断在我们这一代 那我们对不起 后代子孙 每个人 都有人生的一个责任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香港有一位学者讲 我们中华民主 有五千年的文明 应该是最有智慧的 结果因为这两三代人 忽略了文化传承 结果变成最短视的民主 短视到什么程度呢 为了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可以把父母都伤害了 把爷爷奶奶都伤害了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欲望 我要去打电动玩具 我要玩乐 我们听到这个也是 很难过 所以没有文化 就失去灵魂了 所以首先我们 不能做没有灵魂的人 先从 恢复我们的孝心 父子有亲的天性 开始 再去爱一切的家人 社会大众 甚至 一切动物 我们也应该爱护 凡是人皆需爱 凡是物皆需爱 最后跟大家提一个重点 你看老和尚 讲的其实都很重要 刚刚老和尚有没有讲胎教 胎教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你们以后大部分会成家 你看你现在就懂了 你的下一代缘分非常好 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 我看你们的眼睛都没有发亮 你们不希望你们的下一代 变圣人是吧 你看我就没有你们这个机会了 还是有人说 要出家了有没有 要出家可以找我 我看这个大部分 这个出家毕竟属于少数 你们既然要成家了 你看这一些认知啊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懂 这是你们的因缘 福报哦 再来老和尚有说 德行好坏 看他怎么对父母哦 一个人的德行 要从这里去观察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哦 诸位女同学要注意 你们以后找对象啊 也要会观察哦 不然你们再劫难逃哦 因为那男孩子很会讲什么 花言巧语哦 你们一听 哇 不会判断了 判断一个人好坏 看他怎么对父母 你说没关系啦 他对我好就好了啦 不能那么短浅哦 要有见识哦 你要观察他 是不是对父母 好 这才是真爱 不然他是什么 老师刚刚讲的四个字 有没有记住 别有企图 他看你长得漂亮啊 他是这个企图的 所以现在 这个 使乱中企的 多得很啦 自己要会判断 包含还提到 浪子回头 得到好的教诲 你看监狱里的 没有姻缘啊 后来遇到了 都能够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好好学啊 成就自己的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也去利益更多的人 也能够成就他们的明德 这样我们的人生 就很有意义了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